要不要做一个名人 养朱由于鲁 舍于梦氏 梦氏问曰 人儿已已 习以名为曰 以名者为父 祭父已 习不已焉 曰 为贵 祭贵已 习不已焉 曰 为死 祭死已 习为焉 曰 为子孙 明兮习以于子孙 曰 明乃苦其身 敲其心 成其名者 则集宗族 利监相当 曰子孙呼 列子 杨珠也是 周游各地到处讲学的 这个风气 从孔子开始 杨珠到了鲁国 寄居在孟家 不是孟子家 鲁国孟家也是大族 孟家人向他请教 一个人啊 做人就做人 为什么要求明 尤其现在社会 很多年轻人 都想要知明度 人为什么要知明度 杨珠说 人求明是为了发财 有了明就有钱 孟家人又问 既然求明是为了发财 有明也有钱了 人生不也就可以了吗 杨珠说 有了明也有了财 下一步就是为了显贵 人的欲望一步一步提高 有明有钱 但社会地位不高 进不去高阶层的社会 所以要求贵 而自称学者的人 认为有钱有明又算什么 理都不理人 可这些学问好的 所谓有明学者 在富贵人家看来 是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所以到了名利场合 看到是个教书的 也看不起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很奇怪 可是这个人 假使又有明 又有钱 又显贵 又有学问 我看很严重了 这个人恐怕要神经了 因为样样都吃得开 所以他这里问 既然有明有钱又显贵 人的欲望 为什么不停止啊 还要追求什么 杨猪回答 为了死 既然死嘛 大家都要死 人生到了尽头 还有什么要追求的 杨猪说 回子孙啊 这就是一般人的思想 杨猪并不主张这样 只是说一般人的思想 都是这样 但我孟先生又问了 开始人为了求名 去高考啊 尤其现在的家庭 硬要逼孩子高考 结果考教了还在考 眼睛都考成近视了 考到出国留学 回来 公务员也要吗 不知道 所以孟氏提出来 这个名对于后代子孙 有什么利益 这是讽刺的啊 讽刺世界上的人 究竟是为了什么 杨猪说 求名太痛苦了 一天东跑西跑的 你看名气越高的 作秀的地方越多 作秀是外来文化翻译 过来的新名字 这里讲演 那里讲演 这里唱歌 那里演戏 越来越苦其身体 思想痛苦的 像考骄了一样 身心都憔悴 所以在社会上 名气大并不痛快 的确是苦其身 交其心这六个字 但是有了名的人 名只是个工具 是个敲门转 有了名就能择吉宗族 利益相挡 我们中国文化 三千年的教育 始终都在这里转 一直到高考 都是教育上的错误 是民族文化 思想错误的地方 我说中国文化三千年错误 是从有家庭制度以后 就是重男轻女 生了儿子以后 望此成龙 成龙的办法呢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这是我们小时候 就开始念的 现在则是万般皆上品 唯有读书低 因为时代不同了 那么要求明只有读书 书读好了 以后干什么呢 就要考取公明 所以十年创下无人文 一举成名天下之 有了名就有官做了 升官就可以发财 这都是连着的 一路的思想 我们仔细检讨 讲起来很好听 我们的文化思想 知识分子几千年来 没有脱开这个范围 没有说真为学问而学问 为人生而研究知识 那是高调 真正的实际状况就是这样 功成名就 同宗亲戚朋友都占到利益了 地方都大受其光荣 子孙后代更得其利益 凡为名者必连 连私贫 为名者必让 让私建约 管仲之乡起也 君银一银 君奢一奢 知何言从 道行国霸 死之后管事而已 田氏之乡起也 君银则即将 君脸则即时 民皆归之 因有其果 子孙想知 至今不觉 孟先生又说了一个问题 凡为名者必连 真正求名的人 自己的修养必然很连正 譬如孔子 老子 世家谋尼佛 都放弃了名利 结果反而给人捧去当教主 不求名而名自制 所以真正的求名就是宗教家 一定清廉 一定清高 但一定很穷 还有第二个要点 为名者必让 真正为名的人 他的道德修养 学问必然迁退 谦虚 学问好的人 一定是处处谦虚 利益让给别人 自己退一步 退不太过分了 自己就没有地方住了 愿意走到最低贱的地方 他的文字连起来 为名为利 正反两面都有 所谓成其名者 则极宗族 利益相当 旷子孙乎 这是为名利的 可以说是真名的反面 我们一般人就在这个反面 而杨朱思想指出来的真正为名的人 则是走道家路线 凡为名者必连 连思贫 一定是走清高的路线 但是贫苦 为名者必让 让思见 所以道家愿意处于下流 这个下流不是普通讲的下流 是人所不要的位置我来做 一切都让给他人 就是这个结果 名利的范围扩大来讲 就是后世讲公民富贵的道理 他这里提出了一个历史问题 说明名利的范围 人生现实的现象 我们晓得历史上 齐桓公称霸是管仲 这个有名宰相帮忙而成的 一框天下 九和诸侯 管仲使他的老板 在当时的国际上 多次成为联合国权威的真主 领导天下 管仲是了不起的人 他比孔子早了一百年左右 孔子都很佩服他 君银一银 古代银是过分的意思 不是黄色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 但他不是个好君王 本来就是个太保 又好吃 又爱喝酒 反正烟酒赌瓢样样都来 管仲帮助这样一个老板很难办 这要有方法 所以孔子很感叹 说管仲命不好 如果碰到一个好老板 他的工业在历史上布置这样 可以同江太空媲美的 可是他的对象就是这个人 没有办法 只好跟着他跑 所以他自处知道 老板喜欢奢侈 他也跟着奢侈 齐桓公讲究吃 他也讲究吃 其实管仲不一定想这样 这个里头是人生之道 是所谓君臣之间一个大学问 不是迎合 不是拍马屁 但是不能不做同道 否则没有办法合作 管仲跟齐桓公 君臣之间思想一致 利害相合 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听的 因此管仲的政治思想 大行于天下 在国际上称霸 制和 严从 倒行 国霸 这四点都很难 我们做一个普通人 做一个生意人 经历跟董事长两个人 能够制和的都很少 老板想找一个制和 严从 倒行的都找不到 有才能的人 想找一个能够做到这四点的老板 似乎也不可能 比如诸葛亮帮忙刘备 但是刘备对诸葛亮 这四点都没有做到 这不一定和 严从 刘备有时候听 有时候不听 倒行 也并不一定行 国霸呢 没有霸起来 三分天下只具其异 所以并不高明 真高明的是管仲 他做到了 诸葛亮跟刘备 做不到同路人 因为诸葛亮 有诸葛亮的风格 刘备又刘备的作风 这两人不同 管仲而已 古文就是那么简单 包括意义很多 他说管仲死了以后 就为止了 下面没有了 管仲的儿子叫什么 不出名了 到他这一代而已 田氏之乡齐也 齐国山东姓田的是 明家几千年了 实际上田家的田丸敬重 原来姓陈 是从陈国逃过来的 在齐国落吉 在战国时 孟子剑的齐宣王 已经不是江太公的后人了 是田家篡位 把齐国拿下来 自己当了君王 三代以后就是齐宣王 田氏也同管仲一样 做了齐国宰相 他的做法不同 君王非常傲慢 等于西方亚历山大 那个样子 暴躁 专权统治 但是 这个田长为相 就谦虚起来 全力给君王一个人 这个君王 不但全力集中 而且经济集中 很千里用钱 田长则相反 爱不失 所以所有人都归心 投向田家了 因此到了相当的时间 他把君王拉下去 自己做了齐王 也是延续了一两百年 至今不觉 到了战国的时候 还没有完 若实名品 为名妇 律 实无名 名无事 名者 为而依 西者遥 甚为以天下 让许游 善眷 而不失天下 想作百年 薄一 书其时已孤竹君让 而忠亡其国 饿死于守阳之山 实伪之变 如此其声也这样看起来 对于名与利的研究 很难下定义 猛是说 一个人有了好的名誉 名誉里头有差别啊 伪善的人非常多 处处做善事 非常谦虚 非常客气 又信宗教 谁看到他都说是善人 但是有许多 是假冒的 也有些人 看起来很暴力 很坏 但是很直爽 却是真善 所以这个善明 所包含的内容 及真假 实际与否 其中大有差别 事实上 真正流传万世之名的 忠臣 孝子 宗教家 有学问的人等 都是穷苦一生 包括现在清高的艺术家 文学家 学问家 真求实际之名 想留千秋万代的名 这些人的人生境界 一点都不马虎的 一生轻苦 而那些假冒伪善的 就像田家一样 开始看不出来 最后富有四海 把人家的国 夺过来 自己做老板 这又是什么道理 所以杨朱讲到 真正为求万世之名的 都很苦 除了历史上崇拜的 这些名城外 很多人死了 连棺材都没有 可是却留万世之名 那么杨朱的哲学来了 于 实无明 明无实 明者 为而以以 社会上有明的 不管哪一种名气 赵阳朱哲学来讲 包括了一切宗教 一切学者 任何一种名气 实无明 如果真实伪道的话 就没有明 明是假东西 这一点 我们光看佛 到两家 佛家出家当比丘 也叫和尚 女的叫比丘尼 也叫尼姑 因为不要明 所以随便取一个名字 什么官啊 远啊 会啊 定啊 反正翻来覆去 那几个字百来百去 无所谓 挂一个标记就是 心里没有明的 如果我们真的要出家 还求这两个字的名吗 那就不对了 那恐怕要再出一次家了 道家的人也这样 所以中国道家的修道人 本明不知道了 自己随便取一个什么字 姓氏不知道 或者装风卖上 道家跟佛家的高人 死了不知所终 究竟死了没有 考据不出来 明更不要 凡是留下明来的 都是不真实的 都有假 都有问题 这是他对于 历史哲学的批评